有些人行善却很吝啬 恐怕给了人自己便有缺乏 也有些人行善是希望别人知道 借此在人前炫耀自己的善行和财富 耶稣严厉地责备当时的一些犹太人虚伪 就像粉饰的粉墓 披着羊皮的狼 当然有不少人的诗语是出于真诚和尽力的 这也是耶稣所赞赏的 耶稣在登山宝训论到诗语的时候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赋的赏赐了 我们根据圣经可以看到 诗语或行善有几个原则 第一 诗语是基于看到别人需要 因而做出爱心的行动 据旧约律法 你的兄弟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 手中缺乏 你就要帮补它 今天我们行善 是出于对人的爱 而不是因为要遵循律法规条 事实上 今天的社会正处在疫情当中 加上经济不景气 需要帮助的人是很多 第二 最宝贵的诗语是尽其所能的 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里 耶稣称赞一个穷寡妇 她把仅有的两个小钱献上 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她的诗语 比那些只在有圣余时才献上的人 是宝贵得多 第三 诗语者是向上帝负责 而不是给人看 为要得到人的赞赏 耶稣说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从上帝来的报答 岂不是比从人来的更大 并且有永恒价值 让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你怜悯饥饿的 贫苦的 患病的 和生活有困难的人 你也愿意我们帮助周围 有不同需要的人 天父 我感谢你 使我日用所需的都充足 这是你的恩典 求天父赐我关怀 怜悯人的心 尤其在疫情当中 社会经济困难的时候 让我尽我的能力 帮助人在金钱 物质上的需要 也用你的话语 去安慰人忧苦的心灵 天父 我知道我的诗语 不是出于满足律法上的规条 或讨任何人的欢喜 而是出于你所赐真诚的心 为讨你的欢喜 如保罗所说 捐得乐意的人 是上帝所喜爱的 求你使我享受 行善和施语之乐 我的生命 也是为了你的荣耀 和别人的好处 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祷告时刻自五月初开始 鼓励大家在看完视频之后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用email 与我们分享 你需要带导的事情 大家一起带导 愿神祝福